除夕临近,2024年农历新年,中国国内的春运也进入了最紧张和最繁忙的阶段。 目前中国正处于低温雨雪冰冻、恶劣天气,预计何时结束? 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做好安全生产和春运服务保障呢? 相关情况,我们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鑫介绍一下。 主持人好,观众朋友好。春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员流动, 而对于从2月10日开始的龙年,目前看来会有很多新的记录诞生。 中国交通运输部称,在1月26日至3月5日的春运期间,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人次, 这一数字是疫情前2019年29.8亿人次的三倍左右。 目前的统计是,进入春运以来,截止到昨天,中国国内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数量已达20亿人次。 以2月5日为例,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过1.96亿人次。 目前正值春运高峰期间,但部分地区的雨雪冰冻天气对交通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, 受持续低温雨雪天气影响,若干条高速公路也出现了拥堵,而高铁接触网覆盖冰层导致多地列车晚点或停运, 同时也有部分航班延误或者被取消。 另外,目前中国正处于这种低温的雨雪冰冻恶劣天气。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,2月7日也就是今天,青藏高原东部、甘肃东部、贵州中东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雪或雨加雪, 湖南北部、湖北东南部、江西北部等局地有大刀暴雪,贵州中部、湖南大部等地区有洞穴。 昨天,中国交通部部长李小鹏指出, 大客流量叠加这种极端恶劣天气和交通事故的一发因素, 给春运服务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。 他要求进一步做好低温雨雪冰冻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, 坚决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温馨出行,坚决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的高效。 目前看来,多地交通运输部门在连夜奋战疏通返乡路, 积极做好滞留私乘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, 最大限度满足私乘人员的需求。 目前预测是,这一轮南方雨雪天气将在除夕当天结束, 气温也将随之回生。 主持人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.